《運動宣傳》 請各位參加、祝匯林欣、薪名 事件上面我想 院長也就特別說明 我們看到代主委在廣州針對這個部分也特別有開了計程會 我想目前政府的立場就是表達嚴正的立場 也希望能夠作為我們參賽選手堅強的歐盾 所以PWA已經提出強烈的要求 也已經透過管道正式要求亞洲台前聯盟要重啟調查 然後要查明真相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我們這個事件上 我們目前政府的權力的重點是擺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是要給我們整個台灣的選手 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競賽環境 這個才是舉行各種國際競賽最少的種子 我覺得要還原到最沉浸的一個競賽環境 所以是不是就是說我們政府的立場是認為這起事件 不應該就是把它過度的也許是政治化或是演變成兩岸的一個事件 因為大家對兩岸的概念是很廣泛的 任何一個賽事只要有兩岸的選手在裡面 大家也認為它有兩岸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目前真的是為了我們的選手在那邊的辛苦 我們政府要給它最強而有力的後登 我們政府這件事的地道上應該全部放在這個地方 副總我想跟你核實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大陸滯留在台灣的民運人士 就是在進入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要求他們簽署一份不得到政府機構陳情 不能夠接受媒體訪問的切結書 因為最近移民署又在有新的動作 以前都很少聽見 它要求那個吳雅玲簽署一份切結書 第一份是不准到總統府門前去示威 第二個不能接受媒體的訪問 如果他不簽署這份切結書的話 他的dayline是15號早上10點鐘 要把它遣返回大陸 結果後來吳雅玲不願意簽那個 他帶了行李回到那個 到了移民署要求他們遣返 結果那天移民署有拿這份新的東西 上面是寫那個不准到政府機構去陳情 不准接受任何媒體訪問 結果那個東西我還拍下來了 他們就馬上收回去 因為我覺得有這份東西是很奇怪的 這樣你看 之前有沒有發生過民營人士到總統府 有對不對 然後這些人的時間後來因為 到齊了有沒有在研 有在研 有沒有在研 有沒有因為那些事情就被遣返 也沒有 為什麼這次有這麼奇怪的情況 我要說過程上已經太長時間 也過很多類似這種動作 有有絕食的 絕食我們還派人來去跟他了解 然後去跟他問說那到底有什麼可以協助的 所以大概 你就是要說這樣過程下來有沒有這回事 那為什麼他們移到移民署以後就整個變樣了呢 為什麼在路委會管的時候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講說路委會管 就是路委會在沿線資源那段時間 大家都看到就是其實我們真的也盡量找他們的原因是 希望他們提出有一些後續可以處理的意見出來 譬如說他有人說希望到哪個國家的 那我們就去協助他 然後也把進度也告訴他 所以這些大概都是以前 我想這些民意的人都知道路委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的動態跟進程上的一些事情 然後生活上需要的 譬如說路委會會積極處理 問題是你現在交給他們以後 他們完全另外一種處理 這個沒關係我可以再了解一下 好吧上次也提到這個婚姻的部分 其實後來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我們路委會表達很清楚 我們希望路委說這種情境上 跟一般的那種兩岸婚姻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不能用兩岸婚姻的全套的要求 來進面對他 所以應該有個彈性的機制 昨天我問他 他說他們竟然解決跟那個公安處理 我現在為什麼一單單的事情 都全部不斷的發生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想我再進不了解想法 有些什麼訊息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希望盡快就是這個部分 在立法院的修正 法院修正案能夠盡快通過 因為因為他民法法案 還有一個就是兩岸條例的十七六六修正案 十六六七六修正案 盡快通過了 我相信後續的他的處理他的空間 絕對就沒有問題 這之前還沒有修完之前 我們也試圖跟 然後會去溝通 能把這幾個人的一個狀況都能夠除外 因為他畢竟將來等待這個法律的使用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有一個空間 因為就整個生活安增上來講 落會都已經開始多少了 所以整個將來的他的 歪在環境上 是一個相關的機器來處理 但是 那會對於工作的概念上 還有一定的堅持 所以這一點就等立法 只要立法完成 我相信將來的 體居六跟他的工作上 都可以有一個處理的方向 會不會再次接收到 我不能嘴巴 你會不會再次接收到 我會不會再次接收到 你會不會再次接收到 再次接收到